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女士 你有跟老公说的事情吗 我跟我老公说过 我老公跟她说 她就烦 她的意见是什么 她的意见肯定是很不同意 非常反对的 非常反对 对 这样吧 既然现在已经聊到这里了 而且现在很明显家里面更多的矛盾 就是因为两个年轻人在谈恋爱 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这段感情作为父亲到底怎么看 我们下面有请张先生 您儿子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对吗 我知道 我觉得那个感情有点离谱 说实在的 自己的女儿嫁到自己家 后来变成自己的儿媳妇 也太不合适了 我说了你真的小亮 你太不懂事了 天下那么多女孩子你不爱 你偏偏爱上自己的妹妹 爸 你不要说了好吧 你如果还是和阿姨一个鼻孔出气的话 那你就不要管我了 我是不会赞成你的意见 小亮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知道吗 小晋是你的妹妹 她是你的后妈 你作为哥哥 你还好好照顾妹妹 你这么一做 我这个老年往哪放 你知道吗 你使不自己的面子 你考虑到我的感受没有 你这个孩子真的太不懂事 我不法跟你公共 你知道吗 你觉得难受是吧 那你就不要跟我说话 我自己不行 我能够跟你说话吗 小亮 你怎样跟你爸说话呢 你可以做我服刑吗 你从来到那管过我没有 你只知道骂我 打我 吼我 我怎么要 要怎么管你 你这个孩子太内心了 知道吧 来了也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你什么事情都不问不问 你只知道做你的生意 难道你以为每个月给我1500万元 就是对我好吗 你从来到那你关心过我吗 记不记得 当我上高的路的时候 明明是11中377班 而你去了哪里 你去了11中377班 结果还骂我 说没有去上课 这也就算了 高考的时候 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小提琴事业 而你呢 你说一个男人 搞什么小提琴 搞什么音乐 非要我去高考 结果呢 我们要考考 你又来责备我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都是按你的计划去来的 那不都为你好吗 这是为我好吗 你不能没有关心我啊 张萍 我告诉你 你的儿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有很大的责任 知道吗 喂 爸 妈妈她病了 你来看看她吧 病了 你说怎么样 钱包包还没出来 你别着急啊 我忙完工作就去看看 父亲口口口声声答应自己 忙完工作就回来看妈妈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父亲却始终没有出现 小亮 你妈的情况不乐观了 这个 您先看看吧 医生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妈妈吗 只要能救我妈妈怎么样都可以 你还是先多陪你妈妈吧 有什么心愿 尽量满足她 别留着什么遗憾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 小亮根本不知如何面对 他更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挽救妈妈的生命 此时爸爸成了小亮唯一的救命稻草 可手机听筒中始终不变的盲音 却一次次让小亮感到窒息 最后他只能来到他曾经最厌恶的地方 爸爸与后妈的新家等待他的出现 爸 你是不是要把小晋给转禁起来了 是小晋不越见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不愿意见我 这都是我二十年想却不敢做的事情 要么你就跟我那个妈断绝母子关系 我们分手 听见了没 小晋跟你说分手 你怎么知道的 小亮跟小晋万万是没有相爱的可能性 因为他们对比起是有仇恨的 你是不是说你不要让我走不好 爸 我今天打了你一天电话 为什么你就是不进去 我陪你留阿姨去买东西 手机落家里 妈妈还在医院躺着 你就只去到陪这个女人 你妈妈怎么样了 上次你跟我打完电话 我就去国外出差了 今天刚回来 现在什么都玩 你只知道陪这个女人 妈妈跟我 你怎么帮我 你妈妈怎么样 严重吗 我妈她得了胃癌 我现在就跟你去看看 要不我也跟你一起去看看 关你什么事 要不是你妈妈不可能这样 你连爸爸都抢走了 你还想在我妈面前炫耀什么 你给我滚 立花 算了 我去看看 一会儿就会 小亮 走吧 小亮 走吧 老张 你怎么来了 小亮告诉你 我来看看你 其实我没什么大事 不用搞事动动动 你别逞钱 有我在 放心 我会尽全力 找医生的 我自己的身体 知道 你的心 我灵 早关一点 我都会陪着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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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501病师的病人亲属 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病的情况很不乐观的 主要是送的时间太晚了 有了病情 还有什么办法吗 花多少钱都需要 我知道北京上海 有几家医院 影响了一种新药 你可以带她去试试 我 明明有些 你得尽快联系 哎 好的 谢谢你 莉花 有点事我走私又想 觉得还是该跟你说一声 什么事你说 我前期 现在已经是未来晚期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只顾着忙事业 实在亏欠她的孩子太多了 现在 什么都完了 后悔 也来不及了 但是 我还是得帮帮她 那你怎么怎么帮她呢 我听医生说 她说在北京和上海 有几家医院有新药 我得先过去 帮她联系一下 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两天 我就得动身 那你过去吧 家里有我呢 联系医院的过程并不顺利 接连拜访了上海的三家医院 却都已经没有了治疗名额 张萍决定 前往北京继续学医 可正当她刚刚不出机场的时候 手机却接到儿子的短信 妈妈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想 可你却只知道没那个人 你知道她多想再见你最后一遍 可你却关机 现在你遇见了 你开心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确实是我愧疑我前妻 你还是有愧疚的 为什么 因为她病重的时候 我没带她太少太少 在她刚刚病的时候 我没带她去看病 最后把病情拖起来 光沙凡你们怎么看这个视频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父亲的话 你首先要跟你儿子 像男人和男人之间聊一聊 儿子你需要什么 你为什么爱她 爱她哪里 你讲出道理来 说给你的儿子听 你就坐着哇哇哇 你不行 你就是不懂事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可是你自己又做的怎样 你没见到做父亲的责任 我无法跟她沟通 为什么不能沟通 你是父亲 前面也沟通过很多次 我对她好像失去了信心的感觉 她都跟我好像要不深的带动 无法去沟通 也很排斥你 你有关心过她现在的工作 包括她之前的学业 也关心过 但是她我跟她介绍一些工作 她都不愿意去做 是这样吗 小亮 是的 她爸爸一开始就等 我忙 我工作 可是你没想到 你的儿子太需要 一个爸爸了 因为你家现有条件 现有情况 只有你家最亲近的人 你能多交流 多沟通 他不会有新链这个情络 那我想问一下小亮爸爸 您在您的工作当中 您也是这样少一花 有很少与你的合作伙伴交流的吗 不是的 我做什么事情是亲力亲为的 你会亲自去交流 对 但是我就在家庭里面 我老是跟他动作不好 对他对这个儿子 既爱又恨的感觉 傅老师他们这种关系 要怎么样去改善 我是说的 这个爸爸 不是说 都把这个儿子 当作弄了孩子 但实际上 他已经二十好几了 你们为什么之间不能采取一种 来人对你之间这种对话 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一切之后 我觉得 在这样的家庭状况当中 小亮跟小静 万万是没有相爱的可能性的 因为他们对彼此的这个父母 是有仇恨的 怎么可能去爱上这样一个孩子呢 但是往往是这样的家庭当中 让这两个孩子越走越近 相反他们两个人 有一种相依文化的感觉 人家只有对方是理解我们 可见你们这个家庭当中 多么缺乏温暖 当自己的感情遭遇父亲的反对 小亮认为 这是父亲对自己想法的再次干涉 往事的累积 令父子之间 积累了太多的矛盾 以往的父子交锋 都与小亮妥协结束 那么这一次 小亮会为了爱情与父亲 反抗到底吗 事情最终能否有转机呢 你很忍心呢 你们能在一起 为什么我和小金都不能在一起 你们太自私了 你有没有换位思考一下 再当我的立场考虑一下 小金毕竟是你妹妹 你去放他吧 好不好 爸 我想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又把小金给软禁起来了 没有 是小金不愿意见你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不愿意见我呢 小亮 你就使用这条心 我让他出国去了 什么出国 小金他本人的态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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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老公商量一下 还是让他出国去了 小杀 一直就 小亮说 我跟小亮说 就是想 我让他们解释 再结束 这样的结束的方式你可以接受吗小亮 你不可以接受 你不要这么固扎 你不要这么固扎